環保意識抬頭 綠色產業逐漸興起 逢甲大學社會創新學院 各民間企業合作 運用回收再利用的材料 製作球鞋 南投清流部落族人也來支持 經過社區討論 特別為需要的長者及孩子們 量身訂製球鞋 響應環保 很好 穿起來很舒服 我們老人文件站 去外面 鋪裡都可以穿 還是環保很重要 支持 環保就是利用回收 然後再去製作鞋子 或者製作衣服之類 環保球鞋製作成分 主要是以下腳料 也就是剩餘的回收布料 其餘採用優質的橡胶魚料 整雙鞋95%以上 都是循環經濟再利用的展現 如同賽德克族人的 友善環境理念 剛好這樣的一個鞋子 是合乎於部落裡面的 一個生活的概念 那剛好就這樣子結合了 那在大家都有環保意識概念下 然後我們穿這樣的一個鞋子 那我想部落穿著這樣輕便的鞋子 會走得更遠 更長 所以我們認識了清流部落以後 我們就覺得這一個觀念 就是整個循環經濟 永續地球是非常非常重要 所以因為這樣子我們就希望跟清流部落有些合作 環保球鞋近70雙穿在長者及孩子們的腳上 以傳統舞蹈表達對大自然及產業 學校及社區的感謝 透過合作 共創永續發展 原視新聞一彎打倒南投仁愛採訪報導 今晚才會員 使用寶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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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由馬明星臨